比照不能够接受 就是我花很多心思在工作上面 所以在工資上面的數字那些東西 我都可以記得很清楚 那因為我記得很清楚 我就覺得說干部怎麼會自己不記得 那我記得是全公司的數字 可是我可能今天問的營館人員 我問他庫存或是生產 或是生產的批次這些東西 他應該要立馬知道 因為那是他自己的工作範圍 有時候會說我去查一下 不能這樣講 因為老闆隨便講一個數字 錯了沒有人會罵他 但員工或許他自己心裡知道 是這個數字 但他不敢隨便跟你講 他一定要去查清楚了之後 才能跟你回報 有可能 然後但是他們有時候說 我去查一下 就飄走了 然後兩天後 還是我突然這樣說 我兩天前問你數字 你數字還沒給我 然後他們就是有時候會 會你知道閃躲還是幹嘛的 然後所以我現在就很聰明 我就是數字查一下 我等你 因為查數字很快你知道嗎 就是電腦拉拉就這樣 我等你 因為我怕我會忘記 那我就現在等你 你跟我講 我們就可以往下討論 但我對生活的事情我就 比較面致 也是腦霧狀況是不是 對 我就很常 我幾乎每天都要問說 我的手機在哪裡 我永遠找不到我的手機 然後老公常會說 你為什麼不把手機 放在固定的地方 我說有啊 我不就家裡 要不就是在門口的那個茶几 我還特別買了一個茶几 要不就在房間的床上 要不然就是在餐桌的中道 就只有這三個地方 我亂放就是只放在這三個地方 但有時候就會 不知道它就在三個半的地方 就是兩個半的那個中間 但Always還是找不到 所以我現在就發現 都是那個手機顏色太黑了 有時候它就藏在那個背景裡面 所以我現在就換了很亮的顏色 還買了一個背帶 所以我在家裡 我都是背著手機到處走 對 你就裝AirTag就好了 因為我們家很注重 就是家庭聚會是不能夠遲到 偏偏那一次錄影就有點延遲 然後延遲的時候 一結束的時候完蛋了 時間超過 然後就看到了 五通未接來電 我媽打來 然後就趕快回我媽電話說 我在就是現在錄影結束 我從這邊坐車過去要多久 我媽說你東西帶了沒有 你的保溫杯 那個披肩什麼的 就每一個跟我check check check 然後說有有有 這些都找到這些 等一下 我找不到我的手機 然後我媽也很慌張說 沙盤推又來了 所以你去看看你剛好沒有去廁所 有沒有在化妝間 有沒有在哪 你剛去過哪 他就在陪著我 一直在那邊 對 然後我就很慌張 到處在那邊串來串去 然後就通告說 一心姐 你在找什麼 你在找手機 是你耳朵上面講的那個 還是你有第二支手機 我說 媽 我們在講電話 我媽說 對 你趕快遲到了 我說 媽 我現在跟你講電話 我說 對 你趕快找 我都忘記 耳朵真的會遲到 然後或是家裡的鑰匙 這真的滿長的 對 我是只有發生一次 在我懷孕的時候 我戴著帽子 然後 因為我在懷孕 陪著我的那個朋友 是已經生完大概四 五年了這樣 然後我就戴著帽子 我就說 我的帽子咧 你剛剛有看到我帽子嗎 我帽子在哪裡 然後他也這樣看著 我就說 你帽子在那邊 然後就是在找帽子 然後找找找找 然後到車上 有沒有在車上 然後一看車上 不是要開車門的時候 就反光嗎 那帽子就在我頭上 他也沒有還留會過一來 對啊 不是 兩個生完小孩都很ㄎㄧㄤ 很ㄎㄧㄤ 所以我應該算正常 但我的口頭禪 就是最容易是 是嗎 因為就很常會接到電話 就是例如說 我們已經到了 你在哪兒 然後我就想說 今天要幹嘛嗎這樣 然後就很緊張 然後就很常有 還好是聚餐 然後我就問他說 我就說 是嗎 我們今天有要聚餐嗎這樣 然後我就回去翻找那個刑事例 然後我想說 沒有啊 我今天沒有寄事情 然後 但它刑事例可以用搜尋嘛 我就搜尋 例如說聚餐或是跟誰 那我才發現我寄到 就是下一年的同一個日期 下一年 所以我那一天就沒有顯示出來 所以我才會想說 刑事例對我來說是沒什麼用 就是要嘛 寄到下一年 然後還有一個是 我就可能會看一下說 這是妳自己的問題 對啊 那刑事例我們有點很好用 大家都會用 我覺得很好用 剛剛還有一個是 我就是會看一下說 例如說下個禮拜有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看到了一個 有一個刑事例寫的 出去玩 然後我就點開來 然後我就這樣看了它非常久 我想說 我是要跟誰出去 然後要去哪裡 就是完全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那天要出去玩 我也很常這樣 寫一個聚餐 然後我就想說 我到底要跟誰去玩 對 對不對 對 你一定要寫清楚在哪裡跟誰 對 要不然你每次寫個聚餐 然後我就會開始找人說 你有約我嗎 你有約我嗎 為什麼我上面寫個聚餐 你有約我嗎這樣 但我有一陣子也是忙到 會覺得事情一多的時候 我會早上起床睜開眼睛 鬧鐘一響的時候 我會想說 我今天要幹嘛 對 為什麼想了 會時間錯亂 然後我後來就調鬧鐘 就說今天入開站 或是第一站健身房 至少起來之後 對 今天要幹嘛這樣 就鬧鐘就有名稱 對 要記得很細 因為現在都可以領包裹 然後因為包裹就是 有分非常多超商 就是可能例如說 這個店家是什麼超商 可以免運之類的 然後就是請我老公 載我去拿 然後他都會說 你要不要確認一下 是哪一個店面 我說沒有 就是Seven了這樣 然後我就去Seven之後 然後他就下去領 他說沒有你的包裹 然後我說 那應該是全家這樣 然後他就說你確認一下 我說沒有 沒有Seven 就是全家了 然後他就跑到Seven 他說沒有你的包裹 然後就在蝦皮店 對 然後結果就可能 會在其他可能什麼 OK或蝦皮的 然後他後來就是 他變 過還沒到 已經不問我了 他就直接拿我手機 直接去導航 說看哪個地方 但是他問我 但我也不知道什麼 我不想看 因為我就覺得 我記得就是那個 就我也會 沙盤推演 沒有 我那時候就是 選了這幾個在購物車 然後我按下單 然後他Seven要60塊 所以我就選了全家 他是0月的 對 還會有一個虛擬的故事 對 然後還是 然後還是錯的 來 健忘組 腦人鏡頭還有哪一些 我們來問一下又瑜 接下來就是公布一下 第二名跟第一名 首先看一下第二名就是 上一秒講過的話 下一秒就忘了 這個占了24.4% 那第一名就是 話說到一半 下一句要講什麼 好像不太記得了 這個占了31.7% 好 網友就表示 自己的男朋友是屬於那種 完全不用心的類型 今天早上還跟他分享說 我買了一個新包包 結果晚上背回家的時候 男朋友說 你怎麼是有這個包包 為什麼會有這個包包 好 這是一個 可是不知道 到底真的是腦霧呢 還是說他根本就沒有用心在記 那另外一個網友 也分享了他一個朋友 他總是很喜歡講話的時候 岔題 原本在講A 但講一講講的就會講到B 當他問起說 那你剛剛講那個A是什麼的時候 他已經完全忘記了 我真的很在乎 到底有沒有用心 有時候比如說腦霧 就是你沒有放在心上 我們有幾個爸爸的聚會 然後就是有一個叔叔 他那時候我大兒子兩歲的時候 就好不容易兩歲了 開始有一些行為能力 會有喜歡的東西 那時候我老大很喜歡變形金剛 對 然後叔叔就看到 你長大了耶這樣 我要大黃蜂 你要什麼 我要大黃蜂 好 沒問題 沒問題 下次見面的時候 叔叔一定買給你 我去那個什麼美國去Vegas 什麼那個很好 我說不要 不要 就是客套 你不要破費 那個東西小朋友玩一玩就不要了 好 果真第三年的時候 就隔了一年了 那時候三歲我們又聚會了 然後小朋友就會問我說 爸爸 那個叔叔好像有跟我講什麼 然後我不好意思跟人家要禮物 因為我想說 然後一見面就跟 你不是說要大黃蜂 Vegas的行程怎麼樣 然後暗示一下 然後他就說 不是 重點是他自己還會把這個話題 再講說 哇 你三歲了 你好像長高了 長胖了 你有沒有喜歡的東西啊 叔叔再買給你 又來了 叔叔要買 叔叔你去年不是有說 又來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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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事情真的很多 對不起 叔叔忘記了 叔叔下次再買給你 沒事沒事 大家吃飯這樣 說到現在已經七歲了 每年問嗎 每年問 沒有一年 沒有一年沒有一年帶來的 你這樣少還有點受傷 對 到第六年的時候我就跟他講 我就教育我兒子說 你等一下去那邊 不能跟叔叔要玩去喔 對 因為叔叔他生病了 他有種 喂 怎麼這樣 他說健忘症喔 哇塞 就我真的只能用這樣變 說好吧 那沒關係 那我就說好 那爸爸買給你這樣 要不要一個方式 就是說聚會的時候 然後你自己去 去買一個變形金剛 你朋友在那邊講的時候 你說我已經買好了 因為只要小朋友去買 對 讓他知道說 你這樣 對 變形金剛才 新的 開了這麼多年 這樣不好喔 對 騙了七年 這就算了啦 我不能接受就放鳥 就是比方式放 有嗎 我知道嗎 那因為我另外一個斜槓 是健身教練 那因為我們的客戶很多 但我們有客戶 都有自己的客戶量表 跟時間表 那有一天就一個 也是之前的客戶 老闆的女兒 她就很認真 跟我說 我想要練什麼 我要幹嘛 然後什麼 我要瘦哪裡 我這是下定決心的 我很認真 說你是認真的嗎 是啊 是認真的 我還幫他量in body 我還幫他測完檢測 說沒問題 沒問題 我們就來約 然後我就說 好吧 那我們手機拿出來約 然後我就說 他說先約 我們先約 下半年度都約起來 我說先不要啦 我說我們要不要先約 前四場就好了 下一個月 如果你覺得OK 我們再來繼續 對啊 時間都寫了 好啊 沒問題 很熱血這樣 然後在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前一個小時 我都在教室 然後看時間 一分一秒的過 一分一秒的過 然後六點 我們約六點 六點五分 六點十分 然後打電話說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約第一次上課 蛤 什麼 是嗎 是嗎 對啊 我說 我忘了 你沒有提醒他 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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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停一點就提醒 或是嚇我 而且你好意思在那邊說 這種很過分 你忘記 大家從雪山走下來的故事 對 那個是不小心 但那個我覺得有點可憐 你那個時候不小心 那個我自己一直翻 一直翻 那個時候有時候 可是我會體諒他 因為可能老闆的女兒 他有他行程 可是他 因為他的公務行程 有秘書 但是他私人行程 他不想要給秘書去經手 然後我就提醒他 那沒關係 下個禮拜 好 下個禮拜 我會提醒你 然後下個禮拜 我會提醒他 下禮拜的什麼時候六點喔 一樣喔 他說什麼這樣 然後當天早上又提醒他說 我們真的好好 我知道 一樣要到晚上又來了 因為我們約六點嘛 五點半打給他說 蛤 我現在在飯店 要跟朋友吃飯耶 吃飯 你的時間是時間 我的不是 真的 他很惱火耶 這不行耶 沒有老闆的女兒耶 這真的不行 對 然後我就 後來就說 沒關係啊 那我們下次就看你什麼時候 有空在運 你主張跟我說 像我兒子也是 付了兩次的健身教練的備用 然後只去一次這樣 然後一堂課 一次就是十堂 或是十二堂 對啊 然後他就只去一次 那你可以來我們健身玩買課 我們不建議你付了錢不來 我們OK的 那你等一下去跟我兒子 可以 我老公也是很可愛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很健忘 我們就才前兩天 我們一個共同的朋友 一個新書發表會 然後那時候行事裡 我們行事裡是互通的 所以我就看到我老公要去 我就跟我老公說 那天我不行 所以我有準備了一個花欄 然後那個花欄 我還署名了我們兩個 所以我們有送花 我老公說好 但是他還是會去 然後前兩天我們去看表演 我就剛好遇到那個朋友 我就說 先生你有送到我們的花嗎 他說有啊 我們還在笑說 你跟你老公感情應該不太好 怎麼會老公老婆 各自送了一個花 我說怎麼會有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我就上車之後 我就問我老公 我老公說 沒有啊 就那天我原本說我要去 結果我臨時發現 我會議延了 我沒有要去 所以我就趕快打電話 給花店去送個花 我說可是我不是跟你說 我已經有送花了 他說我太麻忘記 關鍵來了 我說你的花 是跟我的花店叫的吧 他說 我忘了你有花店 10年了 忘記 然後跟別人叫 我跟你講前兩年 他每年生日都送我花 每一年生日的花 都不是跟我花店叫的 而且那個重點來了 那他自己叫的那個花 他有署名你們兩個人嗎 有啊 那就OK了 應該有吧 那你叫的那個花 我不確定喔 我叫的當然我們花店的話 就署名你們兩個人 所以我朋友還笑說 你們感情一定不好 你們花竟然是分開叫的 因為花的風格不一樣 你的朋友會這樣講 就代表可能你的是署名 你們夫妻 他的只有署名 很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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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這個初心的程度 對啊 而且我老公有時候 他在婚姻上面 他可能覺得我就是 記性太好了 所有事情都就是很信任 跟依賴我 他常常說在婚姻上面 然後說 這個為什麼 就是幹部在報告這個事情嗎 可能只要拿KOL做合作 然後老公說 這事情是誰同意的 他結果完全不記得 我說 老闆上個禮拜 我們開了兩個小時的週會 因為每個週都是Routine的會議 兩個小時的會議 你還給了很多的方向跟想法 然後我們的結論 就是要找這個KOL做合作 才會有這份提案 咬牙戒指 所以後來我在公司 我就做一個非常完整的會議紀錄 是每一個人交辦的事情 然後會議紀錄半個小時之內 密書麻煩請給每一個人簽完名 然後放到老闆桌上 老闆看完請老闆Sign in 老闆就不能說他不記得 我跟你講他簽完 他過一陣一會不記得 他現在不簽 他現在不簽 他現在你放著 你放著 然後一個禮拜之後 那個東西還在他桌上 打死不簽 因為怕你知道被我搖著 這樣聽一聽 他們公司還可以經營到現在 不容易 不會 感謝上帝 感謝上帝 真的 有時候腦袋不靈光 對 其實要去訓練他 要 有時候也要有用心 你用心的話 基本上你就會擺脫這種健忘的老闆 沒錯 就是誠實面對自己的問題 好嗎 不要一直在拿腦霧 不要一直在拿腦霧 當借口 好嗎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 來按讚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